郑经一并不起 其实他免岁并不大 结果他这八个儿子 除了长子尽其孝道 那七个儿子一个不如一个 居然在他爹病重时期 歌舞升平尽情的淫乐 咱们前文书说了 郑科藏实在气不过 把他们堵到屋里头 当大哥的 说他们什么好啊 只说了轻轻的一句话 你们好好想想吧 你们这么做该不该 含着眼泪走了 屋里头静了能有三分钟 没一个人说话 都跟这木头疙瘩差不多 老二正可爽张着嘴 眼睛也没眨毛一下 倒是有个歌迹打破了寂静 这歌迹根根一笑过来了 问政可爽 我说 侯爷您怎么了 您怎么吓得不会说话了 放屁 你才不会说话呢 我这屋里的太压抑的哄了 您是不是叫监国吓傻了 这句话碰到郑科爽病根上了 他恨他大哥 再看郑科爽 没梢一粒咬紧的牙关 你说什么 我怕他 你知他是谁吗 他根本他就不姓郑 他姓李 他冒充我们老正下的人 我迟早有一天 势必杀 刚说的是 郑冲 他这叔叔过来 赶紧把他嘴 给他堵上 咻 羞得胡言 这要传出去 你我性命难保 也没心再喝酒了 不欢而散 他们心里头 有个共同的想法 把目标都对准了 郑科藏 恨之入骨 势必杀之而后快 按下他们咱不说 单说正经 这身子骨是一天不如一天 吃药 扎针酒 全然无效 他心里清楚 完了 趁着头脑还清醒 这一天晚上 传口语 把刘国轩 冯西范 郑科藏 换在玉榻前 三个人到了病榻前的一看 心里就凉半截 各有不同的想法 先说这个刘国轩 跟随 跟随正成功 安前马后 打下江山 又保正经 出生入死 这些年来 没有怨言 这是开国的老臣 跟正经 也有感情 一看大王 病成这个样子 奄奄一息 心如刀脚一般 一句话没说 眼泪掉下来 再说这 冯西范 冯西范一看 心里暗自高兴 心说正经啊 你也有完的这一天 可你完了 我完不了 我有我的打算 你快点咽着这口气 好按照我的计划行事 这小的内心是心灾乐祸 再说郑科藏 这是爹呀 爹到了这不天地 当儿子的 能不难过吗 尤其他还是个孝子 但在这个节骨眼上 强忍悲痛 嗓子刚硬 眼泪为了眼圈 滴溜溜之转 宫女侍卫 远远的躲在一旁 正经啊 用眼角的余光都看见了 强大精神 尽量提高声音 其实呢 声音也极其微弱 也就是离近来的人呢 能听见 稍微远一点的 根本听不清楚 咱呢把他的声音 扩大多十倍 您好听清 正经嘎巴半天嘴 这才说 都来了 啊 臣等都到了 大王 有什么讯事 尽管讲来 哎 完了 真正的完了 我要走了 找先王 于底下 我这一走啊 有些事 我不放心 呐 客葬啊 正客葬赶紧过来 哭通跪倒 俩手扶着床 你还年轻啊 聪明 锐智 有家 经验不足啊 为父死后 这台湾的江山 就交给你了 多谢爹爹 哎 对待你这些叔叔 对待你的弟弟 好好处着 骨肉至情 不要疏远 爹在九泉之下 也明目了 爹爹放心 而遵命照办就是 二位老臣呢 再再 刘国轩 冯熙范 双双跪倒 正经这劲儿 就不足了 看看刘国轩 又瞅瞅 冯熙范 你们 都是老臣了 我不在之后 你们要好好福保 可诈 确保台湾安全 抓紧机会 反清复明 你们二人记住了吗 臣记住了 臣记住了 刘国轩先说 大王尽管放心 我刘国轩 誓受荒恩 明可非福 大王即使不在了 我一定尽心 尽力 辅佐新主 绝无二心 好 我求的就是这个 冯熙范 往前跪盘了半步 大王 一旦大王先世 我跟刘将军是一样的 也一样尽心竭力 福保新主 好 好啊 还有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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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见正经 脑袋一歪 于是长辞 还有什么 他没说出来 有这个消息 马上传开了 大王咽了架了 正经死了 引起很大很大的震动 三个人同时都哭开了 尤其正客葬顿足吹凶是极度昏厥 消息传进王宫 老国太一瓶 挨跃了一声 带着四个儿子 郑聪 郑明 郑智 郑柔 上了教的 急忙赶到 离工别墅 到了病榻前 看着一体 放生痛苦 能不伤心吗 自己身上掉下的肉 白法人送黑法人 大家解劝 正经那几个兄弟 也不住的甩大鼻的 里里外外一片悲声 刘国宣当众宣布 遵照老主的遗嘱 立监国为世袭王子 千岁千岁千岁 大家拜会了郑柯萨 国家不可一日无君 要宅良臣挑吉日 登吉大典 虽然不是皇上 跟皇上也差不多少 就是名不太一样而已 让老百姓很安定 那么现在呢 处理后事吧 用最好的管果 给正经更衣 然后安放的管果制中 停到空房 等候急至下葬 这个坟营就选在 郑称公坟墓的旁边 当然说就在这个阶段 就忙坏了冯熙范 冯熙范头一个 找到正经的兄弟 郑聪 他四个兄弟 属他哪事 这郑聪 也不是个东西 两人窃窃私意 冯熙范就说 现在大王先世了 哎呀 刘友一言 叫科藏继位啊 我心不服 问你怎么想 我他妈更不服了 这郑和藏 他不是老郑职的骨血 他冒名秉庇 他有什么资格 继承大统 不仅我不服 很多人都不服 这样行不行 我打算咱们双方携手 干到他 嗯 另立新军 叫科爽继位 你看怎么样 我同意 我早就同意 叫科爽继位 要那样的话 你听我的信 我马上就开始动作了 行 我听你的 密摸之后 冯熙范一琢磨 掌握兵权的这老家伙 刘国轩 是关键人物 要得不到他的支持 什么也办不了啊 他偷偷摸摸的 找到了刘国轩 刘国轩那正哭呢 悲痛欲绝 他来了 老将军 接哀啊 老将军啊 身体是主要的 你可不要有个三长两短 大王对我不薄 大王先是把我的魂魄都带走了 是啊 人是有感情的 你我都彼此一样 我说老将军啊 我找你来跟你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 哎 就是大王的遗言 立科藏为君 这事我觉得不太合适啊 您是知道的 郑科藏 他本姓李 他要是确切的说 他属于大王的明灵义子 他不是老郑家的骨血 你说他记得那么没 所以郑氏家族全都不服啊 我跟老将军商量商量 能不能把他给废了 令立科爽继承王位 郑科爽名正言顺啊 那他呀继承王位 人心悦福 您看合适 哎呀 我老风啊 大王师武未寒呢 咱们就商量这样的事 合适吗 再说了 人家老郑家也好 老李家也好 都是人家家里内部的事 立谁都是君主 我们当臣子的 无权过问 再说 大王有疑讯 当臣子的就得遵命照办 你这不叫多次一举吗 我 哎 老将军啊 你这人太老实了 太忠厚了 你跟谁都不接触 你不了解外边的口识啊 现在人们窃窃思议啊 郑氏家族都乱套了 我能不过问吗 我担心一旦出了事 咱怎么维持这个局面 老将军 怎么办行不 您不干预 也行 到时候出了娄子了 您别管行不行 我来维持 你 刘国轩一琢磨 这冯熙范不是省油灯 野心勃勃呀 不过此人能量极大 我还别得罪他 最后刘国轩一甩袖子 行行行 你随便办 我呀 保持中立 我也不介入 我也不管 把我这摊手把好了就行 哎 行行行 老将军 我求的就是这个 只要您不介入 对您绝无伤害 冯熙范 讨着底了 这会放心大胆 军队不介入 就好办 至于谁是谁非 咱且不评论 单说冯熙范 一溜烟 又跑进王宫 找着郑聪 郑明 郑智 郑柔 又开了个棚头会 郑聪就问 老人家怎么样 行了 我把刘国轩呢 那标子给稳住了 他答应 他不介入 但他也不插手 那行了 那您说 我们下一步应当怎么办 趁热打铁 不能 叫这郑科葬 计了位 要计计位 这事可麻烦了 那就成了计程事实了 现在就得下家伙 我一 监藏出根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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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得请示 国泰 国泰 要不同意 咱们自作主张 将来也是个麻烦事 哎 国泰 岂能答应 老太太绝不能答应 要一请示 就麻烦了 哎 咱先把生理 做熟了饭 老太太不同意 他也得同意 可也是 那怎么下家伙 福尔过来 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行吗 嗯 还行 那 我现在就进宫 我就去建国泰 对 你们哥四个一块去 外边的事交给我 你说他们多毒辣 这哥四个 匆匆忙忙 把词先溜了一溜 跟那演员要上场之前 溜溜台词差不多 装的都挺像 一窝蜂 见着董国泰 国泰一看 自个儿子来了 不知道什么事 就问呢 深夜进宫 有什么事吗 娘啊 娘啊 可了不得了 出什么事了 您在宫里头 您听不见呢 街上军队闹事 百姓闹事 哎呀 要冲进王宫来了 我已经派人 阻拦 说服他们 他们充耳不闻 要闹事 啊 老太太吓着了 他们为什么要闹事 还不是继承 王位的事吗 哎 你想一想 我爹临终之时 安排下来了 让柯葬 继王位 哎 你想一想 柯葬 他又不是咱们老政界的人 哪有资格继承 王位呀 瞒得了别人 瞒不了您呢 您知道 他是领养的 是属于明灵义子 流淌的不是老政界的骨血 谁能服气 为此三军将士不服 老百姓不愤 聚集了数万人 哪 找我们评理 我们不能答复 这一不答复 他们闹事了 现在要冲击王宫 一旦冲进来 后果不堪设想 郭泰一听傻了 哎呦 这当是 摘尔侧听 可不是 就听外头 拦着不行 我们要进去 我们要找个说理的电 大家往里冲 冲啊 呦 郭泰心机翻格 你看 郑晶刚死 就出这种事 就稳不住局面了 吓得是心惊肉跳 那 你们的意思应该怎么办呢 哎呀 娘啊 这不很清楚吗 干脆把柯葬给废了 让柯爽祭位 柯爽名正言顺呢 那是老郑家的正根正派啊 让他继承王位万无一失 我们说服大伙也有力量 哎呀 这么大的事情合适吗 快去把刘国轩 快去把冯夕范 请进宫来 让他们帮着参考参考 快去 哎 是是是 请刘国轩 刘国轩不来 刘国轩一听就明白了 哎 我都表态了 我都表态了 我不介入 你们老郑家的事 谁继位 我也是当臣子的 谁继位 我保谁 哎 说身了 说浅了 对我都不利 因此这刘国轩 明哲保身 称病不出 本来他也上了年纪了 说病太重了 不能前往 因此刘国轩没来 冯夕范不能不来啊 这些事都是他布置的 哪有人闹事 都是他雇出来的人 这小弟这么独辣 冯夕范冲冲忙忙 赶进内宫 见着国泰 国泰就问了 郭轩他们没来 哎呀 他有病不能来啊 老主这一枚 他心都碎了 那我就跟你商议吧 你看这些人暴动 提出了更换新主 你以为如何 哎呀 国泰呀 按理说 大王病逝 留下疑讯 我们任何人都无权改动 对不对呢 但是 眼识的现象 有这么乱 我们要不是改变个主意 恐怕江山难保啊 既然科藏不合适 那就改立科爽吧 他也是您孙子 而且正根正太 名正言顺 哎呀 你放在说了 正经十五未寒 我们就改变了主意 怎么对得起死者 哎呀 活人 咱都对不住 何况对死的 国泰呀 咱就得灵活运用 既然这样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 你们要想法 说服众人 啊 不要伤害着某一个人 要平平和和的过渡 懂吗 老太太也上了年纪了 这人要上岁数 头脑就迟钝 也不了解外边的情况 就中了他们的奸计了 他一说这话 倒是挺好 那个意思呢 就即使不让科藏继承王位 也给他妥善安置 让他心里啊 心平气和 不要伤害着他 和平过渡 可爽计备也不是不可以的 总的目标 确保江山的安定 但只要有这句话 风熙范众人 就可以大做文章 事实 谨遵义旨 风熙范的心 这个高兴 这个悸动啊 使了个眼色 带着那哥四个 离开后宫 到了前面 一进屋 风熙范把大腿一拍 妥了 我们算领了上方天子剑了 国泰同意了 这个郑聪啊 还心里没太有底呢 我看我娘的意思 犹豫不决 说的不那么明朗 我们可以大做文章 这事你甭管 你就瞧好 交给我了 那那好 那我做些什么 做什么 按原计划行事 你现在就在这屋里 准备刀斧手 我派人 把郑克葬给叫来 郑克葬只要一来 就把他干掉 那行 这交给我了 他要问我 我怎么说 他有来言 你有去语 我怎么说 你不想承担他 我家都要承担他 他就是 你怎么会 我怎么承担他